人光 自博清 南阳郡婉线人 少年时人光为任重后 受到乡里人称赞 极致长大成人 人光在乡里担任色夫 后又在郡 县担任小吏 汉军来到婉线 有军人看到人光衣裳光纤 令人光脱下 还要杀害人光强行夺走衣裳 恰逢光陆勋刘次赶来 看到人光一副长者面相 救下人光 此后 人光带领乡党追随刘次 担任安吉院士 升任偏将军 与刘秀一起打败王巡 王毅 更使第一驾洛阳 拜人光为信都郡太守 王郎起兵 郡 国有许多人投降王郎 人光拒绝投降 此后 人光与郡都尉里中 县令万修 县工草软矿 五官院郭唐等 同心协力 固守待员 有庭院带着王郎的席文来到郡府 命令人光投降 人光将这位庭院斩首示众 以此向百姓表明决心 随后 人光调集精兵四千人 聚成坚守 更十二年春天 刘秀从济县城逃出 狼狈不堪 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听说信都郡太守人光为汉军坚守城池 坚决抵抗王郎 遂及时赶往信都 人光等人正在困守孤城 担心不能保全 听说刘秀来到 大喜过望 城内官吏 百姓欢呼万岁 立即打开城门 人光与李中 万修等率领郡府官吏迎接刘秀一行人 刘秀进入传社 对人光讲 伯卿 我们的势力还很弱 我预先加入城头子路 栗子都的队伍 你看如何 人光回答 不能这样做 刘秀问 我们的兵援很少 你看怎么办 人光达 可以招募赶死之士 促成收复周围献议 如果他们不肯投降 可以纵兵掠掠 人都是贪财的 这样就可以招募很多兵员留秀同意人光的看法 拜人光为左大将军 分为武城侯 留下南洋军人宗广兼领信多郡太守之士 让人光率领军队 跟随自己 人光发布文告 对外声称 大司马流宫率领城头子路 栗子都的军队一百万 从东方杀来镇压造反的贼寇 刘秀派人骑上快马 一直到巨鹿郡界 张贴文告 官吏 百姓看到文告 相互转告 刘秀随后与人光等人趁着暮色进入唐阳县界 派骑兵手持火把 遍布沼泽水网 火光照亮了夜空 唐阳县举城震惊 惶恐不安 连夜投降刘秀 学日之间 刘秀的兵源大增 此后 汉军攻城掠地 在邯郸图城 刘秀让人光返回信都郡 城头子路 东平县人 信元 明增 自子路 与肥城县人刘许在庐城起兵 人们称其为城头子路 原曾自称都从事 刘许自称孝三老 在黄河 积水之间掳掠 拥有不重二十余万 庚史帝即位 原曾派使者请将 庚史帝拜原增为东来郡太守 拜刘许为济南郡太守 二人可代行大将军之事 这一年 原曾被部下杀害 众人推举刘许为主帅 庚史帝封刘许为驻国侯 召领刘许罢兵 返回本郡 栗子都 东海郡人 在乡下起兵 此后 在徐州 衍州境内烧杀抢掠 有不重六七万 庚史帝即位 派使者招降 拜栗子都为徐州墓 再后来 栗子都被部将杀害 剩下的屠众再次聚集 与其他贼寇在檀香会合 号称檀香军 檀香军的首领董次仲 在持平县起兵 渡河进入魏郡清河县 与武孝军会合 有不重十余万 剑武元年 刘秀登上帝位 来到洛阳 派遣大司马 吴汉等人 打击檀香军 第二年春天 逼将檀香军 这一年 光武帝封人光为阿灵侯 享受十亿一万户 剑武五年 光武帝征召人光返回京师 享受凤朝秦礼遇 当年冬天 人光去世 四子仁葵继承爵位 后来 阮旷担任南阳郡太守 郭唐担任何南郡大颖 在任上有政绩 仁葵 自仲和 年轻时喜欢 黄 老学说 清静寡欲 担任官职 得到的俸禄 多用于政绩亲戚朋友 收养官寡孤独 明帝听说后 拙拔任魁 享受凤朝秦礼遇 再后来 任魁担任雨林左监 虎奔中郎将 改任长水校尉 张帝即位 对任魁很敬重 多次称赞任魁有德行 拜任魁为将作大将 将作大将从建武年间以来 常由业者兼任 任魁担任将作大将后 才成为专职官员 张帝建出五年 任魁改任太普 建出八年 任魁代替窦固担任光禄勋 所任职务 皆有政绩 张帝张和元年 任魁担任司空 任魁注重品行修养 不喜欢博取名誉 以沉稳干练为世人所称道 何帝即位 大将军窦县掌握朝政 在朝中作威作福 内朝外朝官员莫不战战兢兢 当时 窦县打击匈奴 国库开支很大 任魁奏请皇上征召窦县 班师回朝 前后上奏十几次 任魁与司徒元安同心辅政 处事公平 向何帝直言敬见 无所回避 详情记载在元安传 何帝永元四年 任魁去世 四子仁屯继位 何帝追思仁居的忠诚 拙拔仁屯为步兵校尉 改封为西洋侯 仁屯去世 四子仁圣继位 仁圣去世 四子仁是继位 又改封为北湘侯 李忠 自中都 东来郡黄县人 父亲曾担任高密侯国都尉 西汉平帝原始年间 因为父亲的职务 李忠在宫中担任郎官 郎官署有郎官数十人 只有李忠锦守礼法 注重品行修养 为人所称道 王莽篡政时 李忠担任兴伯郡 驻王莽史建国元年 改姓都国为兴伯郡 在京河北省济州市署长 在郡中 李忠受到立民尊敬 信任 耕使帝即位 派使者寻行郡 国 拜李忠为郡都尉 此后 李忠与人光一起追随刘秀 刘秀拜李忠为右大将军 封为武故侯 当时 刘秀姐下所佩戴的受戴 赐予于李忠 李忠跟随刘秀攻下 新伯郡属下献疫 汉军劲敌苦行献 刘秀集合诸将 询问他们获得的财物 只有李忠没有掳掠百姓 刘秀说 我要格外赏赐李忠 大家不会有意吧 刘秀把骑城的大理马 还有秀贝 衣物赏赐给李忠 汉军围困巨鹿 还未攻下 王莽派遣部将进攻信都郡 信都郡的豪门大姓 马虫等打开城门 迎接王郎君进城 逮捕郡太守宗广 还有李忠的母亲 妻子 同时命令李忠的亲属 劝降李忠 当时 马虫的弟弟在李忠身边担任校尉 李忠当即召见马虫的弟弟 严厉谴责马虫被恩负义 县城投降 杀了马虫的弟弟 众将领大惊 将军的家属还在马虫手中 此时杀马虫的弟弟 是否太仓促了 李忠说 如果纵容反贼不杀 这是怀有二星刘秀听说后 赞赏李忠的忠心 对李忠说 我们现在已经部署完毕 将军可先回去救老母 妻子 儿女 再招募些官吏 百姓一起去救 我给你一千万钱 到我这里来取吧 李忠说 承蒙民工厚恩 陈祥的指示如何效命民工 不敢在此时眷恋家属 刘秀派仁光率领汉军 前去杏兜城 营救李忠的母亲 妻子 仁光的部队 在途中溃散投降王王 仁光无功而返 恰逢耕始帝派遣将领 进攻杏兜城 李忠的家属得以保全 刘秀派李忠返回杏兜城 代行杏兜郡太守之事 李忠收捕郡忠投降王王的豪门大姓 杀了数百人 即至仁光回到郡忠 李忠重新担任郡都尉 剑武二年 光武帝封李忠为中水侯 享受十亿三千户 同一年征召李忠 败为五官中郎将 李忠跟随光武帝平定宠盟 董县等 剑武六年 李忠改任丹阳郡太守 当时海内逐渐平定 南方海滨 江淮一带 还有一些人拥兵自重 割据一方 李忠到了丹阳郡 招降纳畔 对于不肯投降者 坚决镇压 不到一个月 全郡平定 李忠认为 丹阳郡阅人的习俗 不喜欢学习 婚丧嫁娶不遵循礼仪 不如中原地区 讲究礼仪 于是 李忠开办学校 推行教化 指导百姓熟悉礼仪 春秋时节 在相迎聚会时 李忠选拔熟悉经学的世人 郡中百姓为之感动 郡内开墾荒地的母术 不断增多 三年时间许多流民在郡中落户 有五万余口 建武十四年 朝中三宫对地方官员考工 李忠被评为天下第一能力 此后 李忠改任 玉章郡太首 因为有病 李忠辞去官职 后又再次被征兆 返回京师 建武十九年 去世 四子李威继位 李威去世 四子李纯继位 明帝永平九年 因为母亲杀了李纯的叔父 李纯受到牵连 撤销封国 安帝永出七年 邓太后续封李纯为秦廷侯 李纯去世 四子李广继位 万修 自军游 又扶封茂陵县人 庚始帝在位期间 万修担任信都县令 与信都郡太首仁光 郡都位李红 共同守城 迎接刘秀 刘秀 刘秀拜万修为偏将军 封为造义侯 即至攻破邯郸 刘秀拜万修为右将军 万修跟随刘秀平定河北 建武二年 光武帝封万修为怀里侯 万修与杨化将军奸缠 一起进攻南洋郡 在攻下南洋以前 万修已经患病 在军中病逝 四子万普继位 改封为宣氏侯 万普去世 四子万卿继位 改封为拂柳侯 万卿去世 没有子嗣 撤销封国 安帝永出七年 邓太后续封万修的 曾孙万锋为曲平定河 万锋去世 四子万赤继位 顺帝永建元年 万赤去世 没有子嗣 撤销封国 环帝延熙二年 环帝续封万修的 玄孙万公为门德亭侯 披同 自伪君 姓都县人 父亲批吉 曾担任辽西郡太守 最初 批同担任王莽的 何成郡 筑 原居禄郡 王莽分出一部分 改为何成郡 族政 刘秀平定黄河以北 来到驱阳县 批同举城投降 刘秀任命批同 为居禄郡太守 在此地停留数日 刘秀北上来到济县 恰逢王莽起兵 派部将攻城掠地 所到现役大多归降王莽 只有何成郡 姓都郡 两个郡居成坚守 不肯投降 批同听说 刘秀从季线返回 汉军有很多人溃散 批同欲前往姓都郡迎接刘秀 先派武官院张万 独有引随 挑选精锐骑兵两千余人 迎接刘秀 不久 批同与刘秀在信多郡见面 刘秀虽然得到两个郡的帮助 然而汉军的人数还是很少 溃散的军人还未归队 有建言者认为 刘秀可以暂且用信多郡的军队 作为护卫 悉行返回长安 批同反对 诸将的意见不对 惯例 百姓仍然思念汉士 耕始帝即位 天下纷纷响应 三府地区清扫道路 长安清理皇宫 迎接耕始帝到来 汉将振臂一呼 千里之内 无不献出诚意 俯首归降 汉军可谓所向披靡 从上古以来 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景象 汉士仍然受到百姓拥戴 譬如说 武士者王王 假托汉士宗亲 聚集乌合之众 碎使的烟 赵震动 明宫已经拥有两个郡的精兵 又有汉士旗帜相号召 响应的百姓一定会很多 功成略地 汉军将会无往而不胜 沿途贼寇 只能望风批靡 如果此时 无功而返 不仅会失去河北 还会影响三府的安危 损失太大 绝不能采纳这个建议 如果明宫放弃在河北征战 那么 信多郡的战事也会瓦解 为什么 明宫一旦西归 百姓绝不肯背弃父母 离开故乡 千里追随明宫 肯定会一哄而散刘秀认为 匹童分析的队 下定决心不走 当天 刘秀拜匹童 为后大将军 继续担任何成郡太守 派匹童率领军队 担任前锋 汉军禁抵唐阳县 此前 唐阳县已经反叛 归降王郎 匹童派张万 引随向唐阳县的官吏 百姓小于厉害 刘秀连夜赶到 匹童打开城门 迎接刘秀 匹童引军在中山大败 白蛇贼寇 此后 匹童随时在刘秀身边 南征北战 姓都郡再次反叛 投降王郎 王郎任命的姓都王 逮捕匹童的父亲 弟弟 妻子 儿女 逼迫他们写信 招降匹童 投降王郎 可以封决 不投降 就一类家族 匹童流着眼泪 报告刘秀 是军者不能顾驾 匹童的亲属 在信都者 如还能保全性命 权赖留公之恩 民宫争夺天下 匹童绝不敢因私废公此时 耕始帝派遣部将 攻打信都城 王郎的军队败走 匹童的家属得以保全 极致攻去邯郸 刘秀封匹童为武艺侯 建武元年 光武帝封匹童为灵寿侯 代行大司空之事 光武帝定都洛阳 拜匹童为太长 一个月后 匹童改任少府 当年被免职 后又担任左曹世忠 匹童跟随在光武帝身边南征北战 建武六年 回到封国 匹童去世 四子匹汤继位 建武九年 光武帝改封匹汤为乐陵侯 建武十九年 匹汤去世 四子匹某继位 没有子嗣 去世后撤销封国 安帝元出元年 邓太后续封匹童的孙子 匹英为平亭侯 匹英去世 四子匹柴继位 最初 张万 尹隋与匹童一起迎接刘秀 此后 刘秀拜他们为偏将军 跟随刘秀征战 张封受封为崇平侯 尹隋受封为平台侯 评论如下 凡谈到功成业旧者 总是把功劳显著者摆放在前边 至于谈到出谋献策策者 因较为隐蔽 难以彰显功绩 在看事情成功的过程 还是能够理出轨迹 当时建议放弃二郡 率军返回关中者 目光短视 几乎断送大业 并未想到由此带来的后果 世祖最初也未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多人随身附和 只有匹童坚决反对 可谓是丹利姑 古人讲一言可以心包 正是匹童的遗言 为世祖奠定万事大业 刘芷 自伯仙 聚禄郡昌城县人 王郎起兵 刘芷与弟弟刘喜 堂兄刘芯率领族人 兵客 聚集数千人马 占据昌城县 听说刘秀从继承逃出 遂打开城门迎接刘秀 刘秀拜刘芷为萧綦将军 拜刘喜 刘芯为偏将军 封三人为列侯 当时 真定王刘扬起兵 归赴王郎 有不中十余万 刘秀派遣留职 前去劝降刘扬 刘扬投降 此后 刘秀暂且留在真定县 娶了郭氏为夫人 郭皇后 郭氏是刘扬的外甥女 刘秀借此拉拢刘扬 刘秀与刘扬集主将 在郭氏的七里家中 摆设酒宴 刘扬集住 会婚宴住戏 此后 刘秀从刘扬处补充军队 进军攻取邯郸 平定黄河以北 建武二年 光武帝封刘扬至为昌承侯 赵令刘执讨伐密宪贼寇 刘执在战场上阵亡 四子刘相继承绝位 光武帝照令刘席率领刘执的军队 拜刘席为萧綦将军 封为关京侯 刘席去世 光武帝又拜刘秀为萧綦将军 封为抚养侯 刘席 刘席 刘席跟随光武帝南征北战 此后将封国传于子孙 刘执的儿子刘相 改封为东武阳侯 刘相去世 四子刘树继位 明帝永平十五年 因为陷入楚王流英谋犯案 撤销封国 耿纯自博山 俱禄郡宋子献人 父亲耿爱 曾担任王莽的继平郡 祝原济英郡 王莽改名称为继平郡 大义 耿纯在长安求学 后来担任大研士 王莽败王 庚史帝刘玄即位 派武英王李懿招降各郡 国 耿纯的父亲耿爱归降 改任济南郡太守 当时 李懿兄弟掌权用事 独断专行 门下的宾客 有说者很多 耿纯多次求见李懿 得不到通报 过了很久才被召见 耿纯对李懿讲 大王以龙虎之威 遭逢乱世 崛起于风云际会 寻月之间 兄弟二人称王 然而 大王的德行 信义百姓并不了解 奔会还未会及百姓 大王得到的恩宠 俸禄突然增多 此乃智者所尽 大王应该警惕 以犹据之心对待 而今 大王欣然自足 这是成功者应有的态度吗 从这些谈话 李懿认为耿纯绝非等贤之辈 而且耿纯是巨鹿郡的豪门大姓 于是 李懿按照皇帝之书 拜耿纯为其都尉 授予耿纯福节 命令耿纯平定元兆 为地区 恰逢刘秀渡过黄河 来到邯郸 耿纯拜业刘秀 刘秀以克里接待耿纯 耿纯退出 看到刘秀的部署 还有刘秀的军队 军纪严明 与其他异军不同 为了进一步与刘秀交好 耿纯向刘秀献上两码 还有尖驳数百匹 刘秀北上来到中山国 留下耿纯驻守邯郸 恰逢亡郎起兵造反 刘秀不得不从济线 向东南方向溃逃 耿纯与族中兄弟耿 耿素 耿之一起 率领族人吉门克两千余人 其中包括老弱病残 用车子再上棺木 在御县与刘秀会合 刘秀拜耿纯为前将军 分为耿湘侯 耿 耿素 耿直担任偏将军 与耿纯一起 担任先锋 逼将宋子成 随后 刘秀攻下去阳县 中山国 当时 有很多郡 国投降亡亡 耿纯担心族人也会心存邪念 于是 派耿 耿素返回家乡 烧毁族人的房屋 刘秀问耿纯为何要这样做 耿纯答 陈私下认为 民工单起来到河北 没有带来丰厚的资财 没有用重赏召集众人 而是以恩信肇事天下 使人皆愿意归附 而今 王郎在邯郸自立为皇帝 北部周郡对此多有疑虑 耿纯虽然带领族人 归附民工 但是老弱也在其中 耿纯担心会有半数以上的族人 宾客不能同心协力 为此 耿纯焚烧他们的房屋 以断绝其归路 刘秀听罢 叹息不已 急至刘秀来到浩城 在船舍休息 浩城豪门大姓 苏公造反 打开城门 放进王郎的将军礼运 耿纯首先察觉 率领汉军迎战礼运 大败并斩杀礼运 耿纯跟随刘秀平定邯郸 又大败铜马军 当时 赤梅军 青毒军 上江军 大同军 铁径军 五番军有十余万 军集在射犬巨 刘秀颖军进攻 耿纯充当先锋 距离射犬巨有树立之遥 贼寇趁着夜色猛攻耿纯 剑如雨下 落在耿纯的军营 汉军有许多士族死伤 耿纯整顿部署 坚守不战 然后挑选赶死队员2000人 手腕强母 美人准备三支利剑 趁着夜色 咸梅从小路绕到贼寇的后方 骑声大喊 一起放剑 贼寇惊慌失措 狼狈逃窜 耿纯率领汉军穷追不舍 大败贼寇 耿纯派人骑快马向刘秀报告 第二天清晨 刘秀与诸教来到耿纯营中 为老耿纯 说 昨夜打得很辛苦吗 耿纯回答 全赖民工神威 幸而大获全胜刘秀说 大军夜间不可妄动 因此没有前来助战 大军行动没有常态 将军的族人不宜都留在军中 刘秀任命耿纯的族人耿级 为蒲污县长 把耿纯的族人 亲属 全部安置在蒲污县 刘秀及皇帝位 封耿纯为高阳侯 耿纯在基因郡进攻刘勇 攻下定陶线 最初 耿纯跟随光武帝进攻王郎 从马上坠下 摔伤肩胛骨 不时发病 光武帝赵耿纯到淮县离宫 问 亲的兄弟中 谁可以担当重任 耿纯举荐 堂帝耿直 光武帝赵令耿直 率领耿纯的部队 耿纯以前将军身份 留在皇帝身边 当时 甄定王刘洋再次制作俯衬 赤酒之后 尹阳为主 刘洋有病 警部长有尹流 欲以此迷惑民众 刘洋与棉曼县贼寇相互勾结 建武二年春天 光武帝派遣其都尉臣妇 游击将军邓龙征讨刘洋 刘洋紧闭城门 把臣妇等人挡在城外 光武帝又受于耿纯服劫 到幽州 济州传达大赦令 所到之处慰问居住在当地的 刘氏诸侯王 列侯 光武帝命令耿纯 刘洋若来相见 即刻将其逮捕 耿纯带着一百余名骑士与臣妇 邓龙在元氏县会面 一同抵达甄定县 耿纯一行住在船舍 刘洋称病 不肯来见 还说耿纯是甄定王宗氏的外甥 派遣使者交与耿纯一封书信 要耿纯前去相见 耿纯告诉来使奉使命来见诸侯王 列侯 周牧 郡太守 使者不可以先到王府去 如果要相见 请到船舍来 当时 刘洋的弟弟林义侯流让 还有堂兄刘夕 各自拥兵一万余人 刘洋自视兵源甚多 而耿纯态度谦和 讲话平静 于是 刘洋带着官署前来船舍 刘洋的兄弟率领精兵锐族 在门外守候 刘洋进入船舍 耿纯以克里接待刘洋 又邀请刘洋的兄弟 进入船舍 全部进来后 耿纯命令关闭大门 将刘洋及其兄弟 全部斩杀 而后 耿纯率领随从走出船舍 真定献正恐 没有人敢轻举妄动 光武帝爱恋刘洋 认为刘洋并未公开叛乱 此后 光武帝封了刘洋的儿子 恢复封国 耿纯返回京师 自告奋勇 臣本来是官患子弟 信逢汉氏复兴 圣帝受命 臣被为烈将 绝为通侯 天下逐渐安定 臣没有别的志向 只愿意担任一个郡太守 试着治理百姓 臣一定会竭尽忠诚 孝命陛下光武帝孝了 说 轻能智武 还能修文 轻愿意修文吗 于是 拜耿纯为东郡太守 当时 东郡尚未平定 耿纯在东郡失事几个月 盗贼绝技 建武四年 光武帝召令耿纯率领汉军 进攻耕史地的东平郡太守范京 范京投降 耿纯又进攻泰山郡 济南郡吉平原郡贼寇 逐一平定 耿纯在东郡四年 发干县长有罪 耿纯奏报朝廷 将发干县长逮捕 上奏还未批复 发干县长自杀 耿纯因此而获罪 遭免职 以猎猴身份 在朝中享受奉朝秦礼遇 此后 耿纯又跟随光武帝进攻董县 途经东郡 东郡的百姓 无论老少 有数千人跟随在后面 向皇帝请求 挽留耿纯 希望耿太守留在东郡 光武帝对宫亲们讲 耿纯年少时 就身穿甲咒担任军力 没想到治理郡县 也能做得这么好 建武六年 光武帝封耿纯为东光侯 耿纯辞职救国 光武帝说 文帝当年对周伯奖 丞相是我倚重的大臣 请为朝臣做出表率 返回封国 今天君也要这样做 耿纯受召离开京师 抵达夜县 皇帝赐予耿纯一望虎骨 回到封国 耿纯抚恤百姓 吊死问丧 受到民众敬爱 建武八年 东郡 激英郡 贼寇封起 皇帝派遣大司空礼通 滕野大将军王长率领 汉军镇压 考虑到耿纯在位的享有威信 皇帝派遣使者 拜耿纯为太中拜 与大军一起 在东郡会骑 东郡人听说耿纯回来 有贼寇九千余人 来到耿纯驻地 向汉军投降 大军不战而胜 皇帝以洗书行事 再次拜耿纯为东郡太守 当地官吏 百姓非常高兴 建武十三年 耿纯在任上去世 世号为成侯 四子耿副纪委 耿直担任辅威将军 受封为威义侯 耿素官至代军太守 受封为翠湘侯 耿担任赤梅将军 受封为这五侯 后来跟随邓宇西征 战死在云阳县 族人受封为猎侯者有四人 受赐决官内侯者有三人 二千世官员有九人 后来 皇帝改封耿副为举湘侯 明帝永平十四年 一位族人耿舍 及楚王府官员言中 在楚王谋法案的供词中 牵出耿副 耿副被撤销封国 张帝建出二年 张帝追思耿纯的功劳 续封耿副的儿子耿须 为高庭侯 耿须去世 没有子嗣 张帝又续封耿须的弟弟耿腾 耿腾去世 四子耿中继位 耿中去世 孙子耿须继位 赞辞如下 任 批十几 严惩解非 委托还旅 二手燕鹰 纯 执意发 奉兵左威